在贵州安顺的大山深处呢 竟然发现山腰上有一个大洞 但是这个大洞呢从这里进不去 进入大洞内部呢 只有一米宽的一个石门 仅容易人通过 但是在里面呢 竟然发现了一座石拱桥 这里呢竟然能容纳一千多人 更神奇的是什么呢 这里不仅有石床 还有一扇巨大的天窗 阳光直射进来 显得非常的魔幻 下面跟随我的镜头 我们来解密吧 看看以前究竟是何人在此居住 这个地方呢 感觉已经荒废多年了 这个大洞呢 非常的神奇啊 叫做莲花古洞 这个啊 它现在是一个文物保护的东西啊 这个字是谁写的呢 是民国时期贵州省主席杨森写的 这个洞口呢 虽然小 但是里面的空间呢 会让你豁然开朗 并且感觉十分的神奇 我们现在进去啊 哇 非常的黑啊 这里面 通向地下的一个洞感觉 但是实际上在 我们在半山腰呢 洞里面还有修成的梯子 这应该是清朝时候修的 这个洞年代有多久 无人知晓 来 你们看一下里面有多么的神奇啊 哇 这是应该是一个纯天然的洞 哇 哇 看看里面有多大啊 这还有梯子 看到没有 在古代的时候 这里就很注重旅游了啊 这个洞里呢 现在是 还挺亮堂的啊 为什么呢 看见没 那边有一个很大的天窗 这个摄像机又照明吧 其实这里面总共有三个洞啊 都是通过耳洞 然后进去 那边夏天的时候是过不去的 那有一条银 叫银河这边 听着蛮恐怖的 不过走进来呢 也确实挺害怕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出发啊 探一探洞 我们现在来到这里看一下啊 一道阳光打在对面的石壁上 来 我们看这边 这是一个石桥啊 我们看这边啊 阳光居然能穿透到这边来 神不神奇 哇 这个像一个雕的造型啊 这个石头 看石化的一个雕 看到没有 这是雕头 这是翅膀 这里呢 还有一座假山啊 就相当于我们以前 景区里看到的那种假山 是一个景观啊 这里还有这个扣 凹进去的 这个不知道是当年干什么的 我想当年 当年会不会是有东西呢 这里会是一个栓码 或者什么的地方呢 接着往下走啊 我们沿着这个梯子 哇 好神奇啊 中午时啊 这是天然形成 看到没有 上面 可能有几亿年了 这个东西 哇 在古代呢 可能人们非常注重这个旅游养生啊 那边有个石床 看到没有 像不像小龙女生活过的地方 有大雕 还有小龙女 也许当年还有杨过 其实呢 这个石床呢 这里有个传说啊 传说东海龙王在这里过过夜 哇 如果一个人进这里还是蛮恐怖的啊 我们现在顺着这边往下走啊 这是我们刚下来的地方 大家注意到一个问题没有 这边是一个石拱桥 这个是人工修筑的 这个并非天然形成 所以说在当年 极有可能是文人默克的一个景点啊 哇 真是好神奇啊 洞中的石拱桥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见 我们所说的耳洞呢 就是从那边过去 这个洞呢 叫做莲花洞 它三个洞是相通的 看看这个大天窗 好神奇啊 像塌陷的一个天坑一样 但是很多人并想不到啊 里面竟然是这样的 那边全部都是天然形成的那种 钟乳石啊 哇 好震撼 像什么 像一条条布条一样挂在那里 经过亿万年的雨水冲刷 我们现在下去一看究竟 哇 好美的苔藓啊 这是不是叫苔藓呢 我也不知道 其实呢 这里到处都有台阶啊 看 古台阶 咱们可以顺着台阶一直走下去啊 哇 感觉到好震撼啊 这里面 啊 我有点心跳加速啊 其实 这种有幽闭恐惧症的人啊 感觉在洞中一日呢 有可能外面 已经转眼过去数千年了 当年的文人梦客真会享受啊 哇 巨洞里面 即使到了这里还有这个梯子啊 铺好的石板路 哇 这是你难以想象的啊 看看是什么样子 像不像龙岭 迷枯啊 真是神奇啊 里面我还真不敢走了 植物在这里生长的还挺好的啊 可能是得到了这个唯一的阳光的滋润 我们看看这边来 这里面的地面还是很泥泞的啊 还有脚印 大家来这里一定要注意啊 注意安全 哇 这些石头呢 我觉得应该是从 塌陷的洞壁掉下来的 这个就是石床 石床也不好上去 那边也有梯子 看到没有 那个小梯子都能通到下面了 所以说这是当年人们旅游的一个盛景啊 哇 站在这里真的好神秘啊 感觉 人间仙境啊 只不过是在地下 我们冒险来看一下这边啊 我看看有没有动物的脚印 这都是人的脚印 哇 那边有光啊 居然 好神奇啊 但是即使这样高强度的手电 什么都看不见啊 里面全部是钟如石 但是看不见里面是什么 哇 在这里呢 可以看得到哈气啊 所以这里的温度应该是相当的低 我们瞅个中午过来 中午阳光最盛的地方 最盛的时候 上面还有滴水 哇 真是一个好美好美的地方啊 啊 上去看一下 哇 那边其实也有洞 不过这些洞呢 大多数都是大同小异啊 唉 五人常说呢 不多死就不会死 这边还有个梯子 还能看见鞋印 哇 这个洞是进不去的 很强啊 这个洞 不过这个很神秘啊 经过再三思考呢 我还是决定来银河看一看啊 看看上面那个天虫啊 这个光线真的是非常的美丽啊 人间仙境 这边还有个洞 我们先来银河看看啊 这个银河 我听这个名字就很恐怖啊 这个银河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啊 说白了就是暗河 没有光照着河 可能叫做这个银河 但这里面看似没有银河 哇 这有个小水潭 看到没有 溶洞的水从上面滴下来 逐渐形成莲花一样的状态 所以呢 这个洞就叫做莲花洞 这里面其实什么没有啊 空的 有阳光 有水 还有石床 也许几百年前 这个地方真的有人在此居住 或者更久一点 只不过呢 我们后来来的人呢 都与这个人擦肩而过 咱们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吧 答案 有点 有点